黑色轎车开上斜坡工地 车里的人拿资料遮掩 面对记者追问保持沉默 他是这次泰鲁阁出轨意外 检警约谈的重点人物 绰号黑猴的林长青 重返事故现场林长青戴着口罩 表情凝重 疑似是要模拟事发当天的经过 检警找他的主因 其实是因为发现了这段关键影像 李逸祥皱着眉头打电话 在他旁边的白发平头男 表情也很严肃 他就是李逸祥的金主林长青 另一名眼镜男则是黑猴的儿子 检警要还原林长青跟李逸祥 窃窃私语谈了什么 同时约谈的还有他 你为什么要更改那个日期 没有那个日期是我还来不及贴 我们是到四月二十 结果我那个打错打成一月二十 被媒体直击在现场 擅自更改完工日期 他是林长青的儿子 拿着粉笔改掉工程版的日期 是为了什么 难道跟当天偷偷施工有关吗 检方这一波目标锁定四个人 分别是东西营造老板黄平和 以及黑猴林长青 还有最关键的台铁工地承办人刘又成 这几天都在陆续的在约谈当中 人数我们并没有每天在做统计资料 不过应该有二十几人次的吧 泰鲁格号出轨意外酿成五十人死亡 超过两百人受伤 这其中有多少人祸又涉及多少弊端 检警将全力侦办要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三立新闻旅院侯彩红花脸采访报道